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胸部很重地讲一句话 孝恩姐 你没良心 那个很深沉的心痛的感觉 失落感 其实当父母的人会觉得 真的还蛮难过的 可是儿女会这样想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们就要问问她自己的儿子 就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来欢迎这个 在心里面美丽的媳妇 我们的秀敏师姐的分身 我们秀敏师姐的分身陈飞你好 爱诚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飞 然后帅哥文杰亮哲你好 爱诚姐好 全球的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从小就被爸爸打又骂着 那个没有良心 没有良心的萧文杰 你好 爱诚师姐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可是我们做父母的 看到爸爸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还把这个夫妻两个 推出去 其实那个 我觉得玛丽欧斯演得真的很好 他的那种沉痛 失望 失落 气氛 那个感觉他都表现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两个呆子就被推出去 他那时候在戳我的那三下 三下 那三下力道都不一样 其实演员跟演员之间是这样 有感受 眼神跟动作 你就可以感觉到他的 刚刚说的沉痛这件事情 那三下的层次是越来越进去 所以其实你现在 但是你现在讲 我就那个感觉又回来 又回来 他的那个眼神 他的状态 他的失落 无奈 跟放弃 对 其实我现在又回想起来 马哥真的演得很好 他真的是 他那我们在旁边看了 我们也真的感同身受 对不对 那做儿女的可能 感觉就不一样了 有这么严重吗 是啦 是不是 讲出情形里头 有这么严重吗 照理说那个时候会觉得 你应该觉得骄傲啊 对啊 你们儿子那么严重 对啊 买家买这么严重 对 你应该觉得你教得很好啊 对啊 对啊 怎么会是这种反应呢 所以是不是 父子的那个想法不同啊 不理解 那这个更倒霉了 驰鱼之羊 真的 也一起被赶出去 对 两边都 怎么办 要跟着谁 当然跟老公 当然跟老公一起被赶出去 是对的 对 没错 是不是 好啦 那真的要还原 那个这个真相 就是真正的那个蕭文杰 真的蕭文杰啊 还敢记得那时候 当时爸爸的那种气氛 他没有拿棍子 直接藏你脑袋腔下去 应该是说我家师姐 他可能他先听到我爸爸 将店门关起来 他就很生气将店门关起来 然后就不能做生意啊 不能做生意就没有钱 给人家付款啊 然后我就跟我业妇啊 跟我那个大舅子一起去跟我 爸爸跟他对不起 然后 师姐先通知你说 爸爸店门啪 关起来 对 关起来 你的家店门能关起来 这是大事 真的 真的 表情他已经生气了 因为他认为他那个地 要让我建嘛 刚好因为是煤瓶两万亿 隔壁的那个建商 他认为说当天要动土的日期 他要拿回来给我 而且他还要拿回来给你 因为他认为他不合算 两万亿太便宜了 当时开的价钱 可能又有地下室 然后爸爸特别交代那个钢筋 要特别要求 对 所以他就不合算 他就还给我们 其实他也不讲说 我们就加价给他就好 对 然后就因为就是这个因缘 然后刚好那一天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也不跟你讲说 你们要求比较好的建材 我们要加钱 他直接就把钱退给你说 没有办法帮你改 对 那就设计图就还给你 然后刚好那天有一个客户 我们的那个客户 他说他各个一间房子要卖 刚好我说觉得 200多万很便宜 我就赶快就跟他 一去看跟我家自己去看 我就赶快买起来 那你当下 当下我们 因为我们在戏剧园演出 好像是很多主人在看 对 所以那个氛围 好像让那个戏中的萧文杰 觉得说如果不赶快下抢 可能没有机会了 对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 特地设计了一个这样的桥段 这个房子好多人都来看 然后有些人要下定 很多人询问 有些人在问价钱 有些人已经在杀价了 就在不同的层次里面 然后就是文杰 他就处在一个很慌的状态 对 那个高压 对 那你当下就决定把它买下来了 对不对 那其实算起来 这个自地自荐 其实会比较好 那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回去跟爸爸商量一下 你硬要在那个氛围之下去订 你进去看那个房子 看起来就很舒服 我跟人家说 我们家的只有一个小房间 然后一个烫室 然后就上个小孩 这么太小了 然后去看那个房子那么大 就不用讲二话不说 好好用 对 刚好就买下去 刚才就是想买的时候 但是爸爸那时候 他就像电门关起来的时候 他坐在楼梯在那边讲在哭 他说他从小 他九岁的时候为了去市场里面 我们要买个糖果或者买个甘嬷 我们阿公就给他 给他抓起来就一直打 教育是这样的教育是这样 他才想说以前我现在疼你 你为什么你不去见 然后你就又去买房子 他就生你 经理上在难过 我就赶快叫我家师姐 赶快去邀約我们的亲戚 来跟他说 然后就跟爸爸这样下跪 跟他说对不起 还跪下来 就整个就OK了 就他有原谅喔 事实上 对 因为刚好我那个 我师姐家的一个胰臟 耳朵比较重 就气什么都不讲 跪了 然后我就跪了 急离断 那就OK了 完原真实现场 原来是下跪了 而且还有亲友团 那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 从那以后我就跟我家师姐说 爸爸做什么 我们都要顺他的意思 你看他那么真情的流露是说 你看 因为他是因为疼惜我们 所以他想吃的饭 他比较吃比较软的 我们就吃比较软的 煮比较软的 菜煮比较细的 比较滑的 我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比较Q 就用两个钉锅这样煮 这样全家就比较OK 还原真实现实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他原谅你了 也认同了 然后可以去买那个 你看起来还不错的那个房子 对不对 不过他讲的真实实话 从小大家都睡大通铺 挤在一起 连一个房间都没有 突然间看到 因为这个错过中介的就知道 因为你看到了实际的房子 跟你那个只是一张蓝图 然后那块空地你感受不到 你感受不到 其实一定盖起来 那个空地盖起来会比较好 可是你没有感觉 你有feel 你时间又久 对 看不到现实 这个现实就有啊 这个人之常情 对不对 他只是插当时没有先去 跟爸爸共通 没带他去看一个人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现在想起来是这样没有错 插这一步 对不对 所以这个父子沟通 真的是 是一个学问 对 很重要 很重要 尊重 要尊重 要尊重 女儿比较跟爸爸 比较没有太大的 这样子的问题 对 通常都是爸爸听我的 爸爸 又是这个时代 对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爸爸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问题 我跟爸爸其实也有一点点 其实父亲跟儿子 在不同的时代 都有不同的障碍跟宏沟 父亲跟儿子之间的情感纠结 和沟通永远是海内海外 不管是中国国外的 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而且是永远都是 最好的剧本 是不是 对 好 我们这个也要这个 下次找机会来听亮哲讲 他跟他爸爸之间沟通的问题 那这一次 下不见 没良知到心 没良知到心 感觉还在痛 好吧 那我们就让大家来看一下 当时拍这场戏 他们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状况 其实肖文贼他们原本认为 这根本没有什么 反而觉得这应该是一件 值得高兴的事情 因为他们解决了目前的财务困难 而且也解决了他们要坏心房的问题 但是对于那个肖二祥来讲 等于是把他自己的心血捧到人家手上 被人家拿去丢在垃圾桶的那种感觉 文贼 我跟你说 我有两个后心 没有 差一致 比你还乖 你不会这样打开 真正的情趣其实是在楼上 碰到了他现在最近雨后望的小儿子的时候 才在延次之间透露的 他自己最底层的那个悲伤 就是说我奋斗了一辈子 原来最亲事我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最看不起我的人就是你们 那个马根那一场演的地道很主 我做一切都没得起点 是不是这样 你敢不敢哭 你敢不敢哭 是不是这样 打 你不敢 你敢笑死啊 你敢去那边打我口 打死你啦 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我给你打死你啦 你不用给我打死你 不用 我辛苦打死你了 我问你什么 结果呢 看我最无的技能就是你们啦 我做工做备 不够着情 去行车当上我是回家乡 我回家乡 你不要喝醉了 你不要喝醉了 你等下時間你辦公室 你不在乎 我怕… 我忘了